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CO娛乐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awrence 邱俊兴 我是主持人 Denelle 颜佳乐 那CO娛乐呢 这次终于走出户外咯 我们今天的目的呢 就是要采访本地新加坡创作歌手 美婷 那美婷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美婷 我是新加坡的一个创作歌手 然后平时就 只是一个喜欢写奇怪的歌的女生 奇怪的歌 你说你九月的时候 在滨海外艺术中心有演出对不对 对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 那时候会表演一些 发表过的原创 还有会有新歌 然后这些新歌都会被收录在 即将要发行的一个EP里头 新歌 有新歌 然后当然也会 和音乐团貌宿公主合作 几首歌曲 对 原创跟饭场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婷是一位创作型歌手 那我们想知道你的创作来源的灵感是从哪里 灵感其实是来自于我生活的很多地方 就我妈妈落下的一只猫 然后很多琐碎的事情 对 我觉得创作型歌手呢 他们非常多想象力 对啊 而且就是 但是你都不会有就是很像灵感贫乏的时候吗 就是怎么扎干都想不出一些idea的时候 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我就可能去看一下书 看一下电影 嗯 就是充实自己 对 可能会有有趣的人啊 还是一些情形 一些对白这样子 因为我们都有听过美婷的创作歌曲哦 像是蓝月 会不会 还有旋 旋 那跟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会叫蓝月 好像很特别 这个名字 对因为我听了那首歌之后 我就对 因为它有一句歌词好像说 你是我心目中的蓝月 类类的 对 然后就是它是一个人吗 还是一个心情 还是一个状态这样子 嗯 其实蓝月的这首歌的灵感 其实是来自于英文的一句话 叫做one scene of blue moon 所以是比喻一个很难得很难得才来一次的一个情形 嗯 所以我就把它比喻成一个 对的人对的事件 是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情形 然后如果遗憾了 你就会错过 对错过了 然后就写这首歌 嗯 那我们现在为粉丝谋福利 我想知道 嗯 你现在有没有遇到你那个对的人 对 对的人 还是已经有了 没有 那你的主流条件是什么 主流条件吗 嗯 就 就 要像童韵燕一样的帅 哦 讲到重点了 童韵燕一样的帅 所以先从外表开始 对 对 把我讲到这样虚伪 没关系 我们可能先由外再慢慢走到nade scene 对 我想多了解你 然后有 鲁广仲的幽默 鲁广仲的幽默 鲁广仲的才华 然后 阿信的 写歌能力 阿信的写歌 阿信很可怜 你只是他的写歌能力而已 可是他写的真的很好听 是也没错啦 但是你没有要他的外表 也没有要他的内心 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只要他的写歌能力 所以你其实只要他一个 手或脑之类的 哈哈哈 所以你的那个偶像 也是他们嘛 对 他们是我的老公 老公 我的精神支柱 不行 太多可恶 我们都 然后他选一个 你要怎么办 如果他们来找你谈恋爱 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你会选的谁 轰轰烈烈的恋爱 就 呃 就方大同吧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就那种书身型的 而且感觉很 很稳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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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因为他们都身在遥远的远方 那为什么你不考虑 近在天边的我呢 哈哈哈 你赖好吗 想吃贴了肉 你先不要来袭击我们的嘉宾好不好 哈哈哈 我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你如果觉得有点威胁 你就往我这边跑 哈哈哈 所以你看 像我们现在就遇到 Lawrence这样的一个 嗯 疯狂的粉丝 哈哈哈 是不是你现在有没有 有没有遇过类似的 就是这种很crazy的fans 对 没有啦 其实我没有什么粉丝 我就只有亲朋好 会支持我 就是很支持你的一些人 对 所以他们就是 但是都一直这样 几年下来都一直这样支持你吗 也只有一两年吧 哦 对 那有没有遇到过 让你非常的感动 对 非常难忘的事 嗯 有 就今年的四月 我在Switch办了一场演出 然后刚好那天是我的生日 哦 所以就在台上庆生了 然后有很多好久不见的朋友都来了 然后就大 对 非常大的生日会 一定非常难忘 对 所以这就是 呃 你就是最难忘的一件事情这样 对 嗯 那你近期九月就还有其他的别的什么计划啊 就是例如可能有想过要出国发展啊 还是在新加坡有 就继续再持续进行些什么 对 还跟我们观众朋友透露一下下 对 对 出国发展就没有什么计划啦 嗯 可能就带在这里做一支在做的事情 嗯 就是写歌啊 因为写歌哪里都可以写 然后 嗯 那你最近会不会有筹备一些新的东西 对 有筹备一个EP 一个迷你专辑 然后里面有新的歌 四首新的 四首新歌 所以已经准备好了吗 还是还在筹备当中 准备是准备好了 然后在 final stages 哈哈哈 那我们有没有耳服可以听一点点 今天 哈 就是一首信仇 真的吗 就一点点咯 是真的有吗 就一点点 所以西游娱乐朋友也没有听了 太棒了 欸我们是首播欸 真的在旁边直接现场听欸 然后马上来带这首新歌咯 对 那我们先上吉他 谢谢 谢谢 你会紧张吗 有 这是第一次演奏 对 第一次的现场演奏 因为我平时都是在家里 在家里 这都是在家里弹的一些 你把吉他 这里也很舒服 所以这是首次演出哦 平时都是有吉他手 帮我 欢迎 这次演奏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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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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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次演奏 对 对 这次演奏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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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注射恩 別做惡靈的抗承 喔喔喔喔 就在天上心願那個人 想趁機會問一問 你心裡到底有沒有我們 明明你就是最冷 喔 你要不要認真 給我一個肉燥讓我們 一起四分 我要一起去四分 你自己一個人分別人要跟你走 很好聽耶 這歌叫什麼名字啊 叫住在天狼星的那個 住在天狼星 然後是在說一個外太空之臉 喔喔 我越講越玄了 啊對 我就說我是一個寫奇怪的歌女生 我覺得非常有構思啊 這樣才有充滿想像力啊 而且聽完真的想跟她四分真的很好聽耶 所以想要聽的觀眾 一定要去看他們的演出對不對 這樣才可以把四首都會播出嗎 四首都會播出嗎 然後還有之前發表過的 對四首 然後還會發表之前也發表過的歌曲 然後還會有偶像的歌 對秘密偶像的歌 不知道是哪一個偶爸爸應該是 不知道哪一個老公的歌 所以要當天才知道 對 你要再宣傳一下 就是9月的那個演出的計畫 對 可以宣傳一下 那9月1號我將會在冰海藝術中心 呃 舉辦一場演出跟貌宿共錄一起 然後我們很用心的在籌備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SYSTING買票 SYSTING買票 對 那能透露一下下 你的傳輯何時會出入 其實拖很久了啦 結果很久沒關係 從去年講到現在 可是呃 應該是今年底 會發 好那我們就敬挺期待咯 耐心等待 如果想知道美婷更多資訊的話 記得關注她的官方臉書啦 對 那我們現在尾聲咯 我們期待下一期的西歐娛樂 關注我們更多資訊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